台湾的秘密武器 极音速飞弹军备竞赛 如何部署和拦截 一场超音速的军事对决正在展开 致命速度 中俄极音速飞弹的威胁有多大 美国能否有效地拦截这些高速杀手 谈军说是军武透视 在军事面前卖搞啊 曾孝伟 我是孝伟 每周一晚上八点 欢迎收看 施孝伟军武大观 也请你目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也请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开小铃铛 对照广告出来的时候 短广告帮我们看完 长广告的话 要帮我们看30秒 再按下一个广告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看到 这一类的极音速飞弹 现在在冷战后呢 开始逐步地成为各国 研发的这个重要项目 这些极音速的飞弹 它定义在哪里呢 通常如果我们以飞弹来讲 如果你今天能够超过 音速的5倍 甚至于到10倍 英文会把它定义为 Hypersonic 也就是所谓的极音速 极音速飞弹 其实跟这种传统的飞弹 并不完全相同 其实甚至于 这种传统的这种飞弹 它的速度 甚至于可能比 极音速的飞弹更快 但是这一类极音速的飞弹 它一定会具备一个特色 就是它在那个 轨道运行的这个阶段 它可以进行 所谓的变轨运动 什么叫变轨运动呢 早期最早 我们看到 具有这个变轨能力的 是来自于 这个美国的攀星飞弹 美国的攀星飞弹 在攻击敌方的时候 射到顶点 当它下来的时候 它的这个飞弹控制异面 可以让它的飞弹 重新的拉起来 然后进入一个螺旋 然后在这个螺旋 下坠的这构成中 它可以持续的修正它的弹道 台湾是不是也要进行 这个高超音速的 这个飞弹的这样研发 随着中科院 揭露了一个神秘的 这个照片 让大家又陷入了一个讨论 那当然 这个讨论就是 当推进器 它本身呢 由于体积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就怀疑 它到底是 天宫的这个增程型呢 或者是天宫四型 还是我们目前要研发 新的高超音速的这样一个飞弹 还是属于一个 秘而不宣的阶段 那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研发天宫四型 或者说是 宫三增程型的 这个可能性也非常大 因为对于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要能够有效的来到 不管是宫三 或是现在的爱国者 它本身的拦截高度是有限的 爱国者大概拦截 25到30公里高的 这个敌方的弹道飞弹 那天宫三 号称的可以拦得更高 可以拦到50公里以上 但实际上弹道飞弹开始在 重入轨道的时候 它高度大概是100公里左右 所以美国为什么会研发 飙三跟SED 也就是所谓的SAD拦截器 因为SAD拦截器跟飙三 可以拦截高度大概 100公里左右的 敌方的弹道飞弹 等于说你第一批 由SAD跟飙三先拦之后 后面再由这个爱国者 继续去拦胜压的飞弹 会让你整个拦截的效果 达到最大 那同样对我们来说 如果我们能够有 未来这个强攻 或是攻势 在接近70 80公里的时候 先开始进行拦截 拦不住的再由攻三 跟后续的爱国者三行 来进行拦截的话 会对我们的这个设施 达到最大的保护作用 这是我们其实以目前 面对这个大陆的数量 庞大的地对地弹道飞弹来说 我们一定要能够撑住第一级 当它的第一级发动攻击之后 我们一定要能够撑住 让我们的战力 获得最大的保存 然后我们才有可能 对对方进行这样一个 源头打击跟反制 我个人认为 如果今天像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中科院所展出的 这个神秘的这个飞弹的话 我倒还宁愿 真的是希望它能够是朝向 这个更高的 类似接近萨德 THAAD的这样一个拦截器的高度 进行一个高空拦截 也就是高速或强攻的 这样一个方向 会比我们去研发 这种所谓的高超音速武器 然后要去进行这样一个境外攻击 要来的现实一些 为什么 因为你能够拦截住 对方的弹道飞弹 就代表你的战场 这个承受低截能力越强 你承受低截能力越强 就代表你后续发动 反攻的能力也越强 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中国大陆在研发 东风15 这种系列的飞弹的时候 就参考了美国攀星飞弹 这样一个特质 让这种飞弹 中国大陆的东风15飞弹 也具备类似 攀星飞弹这样一个拉起 然后再重新进入弹道的 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这种飞弹 基本上来讲 由于它的弹道弱点 大致相致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预测的 所以对于防守方来讲 只要能够部署 足够的地对空的 具战区弹道飞弹 拦截能力的飞弹 靠多枚飞弹拦截 还是能够可以顺利的 把它拦截下来 但是如果说今天 你飞弹的航行的过程之中 以目前中国大陆所研发的 东风17这一类的 高超音速武器来讲 它这个飞弹 到达这个弹道顶点之后 急速快速俯冲 运用它在弹道顶点的位能 去更换成 它在轨道运行段的动能 而且它可以进行 这样一个操控 去绕过地上 可能对它拦截的这种 地对空的弹道飞弹拦截系统 让它可以从弹道飞弹 拦截器的这个空隙之中 钻进敌方的这个目标区 所以它的威胁性 相对来说就更大 那当然以台湾来讲 我们这一类这个 飞弹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单位呢 还是以国防部下辖的 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为主 那中山科学研究院 是目前某国负责 研发各种飞弹的一个重要机构 当然中科院的这个研发范围 包山包海 从这个无人机 到这个弹道飞弹 然后到这个各种的 这个短程的这个防空飞弹 地对空空对空 舰对空 然后甚至于这个空对舰 然后这个舰对舰等等 各种的飞弹 都是我们中科院研发的 这样一个范围 但是呢不可否认 中科院的这个研发的武器中呢 飞弹的这个部分呢 的确是目前中科院 它研发中的一个强项 因为过去台湾在研发 飞弹这类武器的时候 往往会受到 这个国际上非常大的限制 甚至于美国呢 也不太能够 这个出售一些 一些具备 长城打击 或是奔袭能力的这些飞弹 因此这些飞弹 台湾就必须要靠 我们自己的这个力量 以及呢整合从国外进来的技术 加一整合以后呢 才能够成为我们的 目前中华民国 在这个境外打击 上面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武器 但是呢 其实目前在世界上 对于这种极音速的飞弹 进入实战部署的这些国家呢 其实反而是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跑在美国的前面 那我们台湾 现在基本上 也希望能够急起直追 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种武器呢 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的 这种所谓的高超音速 这个衬波载体 也就是像东风17这类的飞弹 它发射到顶点 然后向下冲 然后利用它的本身的 气动力的外形 以及搭配上它的速度 让它能够在 这个空气 非常稀薄的大气层边缘 然后进行操控 绕过敌方的战区飞弹 防御系统攻击目标 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之所以能够跑在美国前面 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科技落后 当然每次一讲到这边 就有很多人不以为然 说你看美国现在才到什么程度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早就已经 如何如何实战部署 甚至于投入实战了 一点都没错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掉 就是说美国在911之前 在这种极音速飞弹上 所做的各种研发的这个努力 也就是如果说 你从大数据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时美国也已经累积了 非常多的资料 那当然也不可否认 跑在前面现实就是现实 目前俄罗斯 他的这种极音速的武器 已经进入了实战的步数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像俄罗斯所生产的 伊斯坎达尔这个飞弹 伊斯坎达尔这个飞弹 进来又受到了这个瞩目 为什么呢 因为当美国宣布 要在欧洲 部署更多的地面部队 以及授予相关国家的一些 部署类似像巡异飞弹 等等这一类的武器的时候 俄罗斯马上跳出来说 好你要部署这些武器 我就要在加里宁格勒州 部署更多的伊斯坎达尔 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 伊斯坎达尔这个飞弹呢 其实今天不仅仅是俄罗斯有 甚至于我也怀疑 北韩也已经得到了 俄罗斯的这个技术支援 也生产了性能 跟伊斯坎达尔飞弹 非常类似的这样的武器 伊斯坎达尔飞弹呢 如果作为空中发射的这个武器呢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 大家都已经听过的 就是匕首空对地的这样的飞弹 这匕首这个飞弹 其实它的这个气动力外形 跟伊斯坎达尔飞弹 非常的类似 它其实本身的弹头 是有点扁平状的 那这个扁平状的这个弹头呢 也让它在高速运动的时候呢 能够在稀薄的这个大技术中 能够得到飞弹的本身 飞行面的这样一个操控能力 所以以俄罗斯来说 目前它的高超音速武器 主力就来自于伊斯坎达尔 以及伊斯坎达尔所延伸的 匕首空射型的飞弹 而且这两款武器 都已经在俄乌冲突中 实际进到这个战场上 进行实战部署 这个攻击的任务的记录了 那当然伊斯坎达尔这个飞弹 之所以会让西方觉得 有点恐怖的一个原因就是 它的这个速度 是在于5到10倍的这个因素 而且也由于它可以 在飞行的过程中 变换它的飞行轨道 因此让你利用包含 像类似像爱国者 要拦截它难度 变得大幅提高 如果说今天你爱国者拦截 这个弹道飞弹来说 基本上这个弹道飞弹 是要一个非常单纯的这个弹道 那爱国者飞弹的这个雷达 搭配这个弹道飞弹 卫星的这个预警系统 可以精准的测会出 这个弹道飞弹可能运行的轨迹 那这个时候呢 当它的这个飞弹 运行到它这个所谓的终端 要开始重新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会减速 然后开始朝下辅冲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这种弹道飞弹 向下辅冲的速度 也相当的快 这种弹道飞弹 从高空中掉下来的这个速度 大概通常的速度 会达到因素的8倍 其实如果说你在定义上来讲 它也已经是这种 所谓的高超因素 但是由于它的轨迹 是非常固定的 所以你类似像爱国者 这类的这个拦截器 可以依照它的预测的弹道 你发射两到三枚 一定可以在它经过的路径上 将它加以毁伤 所以整体来说 美国人并不怕 这类的这个弹道飞弹 但如果说今天 你像伊斯坎达尔飞过来的时候 它可以调整它的这个弹道 运你这个拦截器 不管是爱国者也好 或是其他的这种拦截器也好 它本身能够拦截这种 高速的这种目标 它本身发射上去 像爱国者速度 也达到四倍的因素 加上掉下来的这个 飞弹的速度八倍因素 加总起来是十二倍的因素 也就是说 它的拦截之窗非常的短暂 你要非常的精准的预测到 两个物体可以在空中之间 非常接近情况下 你才能够顺利的这样的击杀它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的弹道要能够成为 可以预测的 对于这种拦截器来说 是非常重要 但如果说今天 你一旦弹道会偏离 这时候你就可能会超出 它的拦截之窗 所以让这个弹道飞弹 攻击到目标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像以美国来说 对于伊斯坎达尔 或是匕首这类的武器 其实还是属于 相对来说一个高度 戒备的这样一个阶段 不过我们也看到 在俄乌战场上 美国的爱国者 美智的爱国者系统 也已经有成功的 拦截到俄罗斯的伊斯坎达尔 或是匕首这类的飞弹 为什么 因为这类飞弹它在做终端弹道攻击的时候 它会减速 因为它自己的速度很快 就变成说它要做精准瞄准的时候 它一定要加以减速 才能够让它不至于越过目标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 中国大陆曾经在南海 进行高超音速飞弹 模拟攻击海上平台的作业过程中 美国的确看到了 中国大陆所发射的高超音速武器 靠近了目标 但是也由于我们刚刚讲到 这种高超音速武器 由于速度本身非常大 所以它在入射的时候 角度如果稍有偏差 它这一偏差 可能就偏差到相当大的距离 所以现在在这个情况下 俄罗斯的匕首跟伊斯坎达尔 他们在攻击目标前 它会减速 那就在这个减速的阶段 会让伊斯坎达尔 跟匕首飞弹呈现出 可能遭到拦截这样一个弱点 中国大陆的极音速武器 都有利用到东风17 高超音速乘波载体 所开发出来的技术 来生产各种的 这样一个音级系列 或者是它东风系列 这样一个飞弹 这些飞弹它目前 非常广泛的部署到 中国大陆的轰流的轰炸机 攜带发射 或者是甚至于 他们海军的驱逐舰 055型驱逐舰 上面也可以配备 最新的高超音速的 这样一个拦截武器 自然的这样的拦截武器 会让台湾或甚至于 日本或美国 对这样一个高超音速的武器 成为反舰飞弹以后 如何能够有效拦截 会成为未来下一个阶段 美国跟日本 还有我们中华民国 面对这样一个高超音速武器 要如何的去顺利拦截它 会成为我们未来一个 重要的课题 像我们看到 像高超音速的飞弹 中国大陆的东风17飞弹 基本上是采用路上的飞弹发射车号 进行发射 但是相关的东风17的衍生型 衍生成阴极系列的飞弹 它就可以利用像包含 轰-6轰炸机 吸挂 当然由于这个飞弹本身非常大 因此轰-6轰炸机 是用基附中线吸挂的方式 能够吸挂一枚 那当然海军的055大型驱逐舰 它能够携带的数量就更多了 因为以解放军055大型飞弹驱逐舰 它所配备的这个垂直发射系统来说的话 它就有一些可以专门用来发射 高超音速的反舰飞弹来进行搭载 俄罗斯它目前的高超音速武器 基本上就是伊斯坎达尔 以及这个匕首飞弹 伊斯坎达尔它采用了地面的这个机动发射车 那空中的部分呢 就使用米格31号战斗轰炸机 原本米格31它是一款拦截机 那经过特殊的改装之后呢 也可以让这个匕首飞弹吸挂于飞机的这个机腹中线 然后借由米格31的高速 本身在发射前就可以先将这个匕首飞弹 加速到因素的两倍以上 然后再发射 因此可以大幅的这个延伸 匕首飞弹的这样一个射程 其实我们看到伊斯坎达尔这个飞弹 原本射程大概差不多是500公里左右 但是透过米格31发射的这个匕首飞弹 它的射程可以超过500公里 原因就在这里 虽然说它本身飞弹并没有像伊斯坎达尔飞弹 后面有非常大的这个助身火箭 但由于它发射时 本身就具有的这个卫能跟动能 让它其实反而在发射上来讲 能够比伊斯坎达尔飞弹 具备更佳的这个操控能力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 匕首飞弹跟伊斯坎达尔 它在攻击目标前要减速 那这个就让美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拦截之窗 也因此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飞弹 目前来说已经有成功拦截 这个匕首飞弹的战果了 我们的iSmart 时下午的军武大官 为了要能够更大的服务 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在LINE社区里面 也成立了一个iSmart 时下午的军武大官 OK你加入我们这个群组以后 就可以得到军师的第一手的资讯分析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 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